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洋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20205月的国立5月的十二生肖的运势财运大预言 那这一集是属狗的 欢迎大家的收看 我们来讲讲属狗在这个月当中 到底有什么样的运势呢 我们看一下了 那这个月当中其实跨了两个月 一个是农历的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还有接着下来就第一个月的四月 农历的四月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你在跨越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节气在转变的时候 所以我们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到了春分啊 历春啊 历夏 这都是很大的节气的改变 所以呢属狗的朋友呢 整个运势呢 是不是会受到今年的一个 属马太岁正宗的影响 我想多多少少都会受到 因为它有一些牵连性就是三合运嘛 那属虎的不过呢 今年运势还不错 蛮超强的 所以呢也没有太差 那本来呢 属狗的性格就会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也还好 那这个月呢 应该说 尽贵在任魁 如果你是属狗的 魁连生的或任连生的人呢 运势就会比较好 因为有贵人 那新四月的话就是有丑三合 所以呢 属鸡的还有呢 属狗 属鸡的属 蛇的跟属牛的 是三合运 六合在生就属猴的 所以呢 跟狗呢 没有太多的相关联 那堆旺也在属狗的 竟旺呢 在丁年出生 跟十几年出生的人 所以呢 如果说 在这一个月当中呢 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好运呢 因为财星落在鸡的宫位 所以你的羊刃星 那个羊刃星落在狗的宫位 那代表什么呢 这颗羊刃星它是很凶悍的 但是入木会比较好 因为基本上入木的话呢 就是代表说 你要想办法突破 突围 而不是说 你会有受到伤害 如果羊刃星是坐在鸡的宫位 通常都有意外写光啦 开刀啦 或者跌伤啦 或者呢 有一些 就是属于那种骨折啦 之类的 那坐在续宫 就是狗的宫位呢 它是属于突破性的 就是你要钻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我们先讲讲你的事业 在这个月当中呢 不能钻牛角尖 但是这个牛角尖要钻向哪里 钻向后 看到你的太阳 就说你现在被盖住了 运势被盖住了 好像那种很闷的感觉 那很闷呢 能不能呢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 可以做一些改变呢 当然突破这些盲点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奋力挣扎啰 那这个奋力挣扎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 那这个才会 有那种奋力挣扎的感觉 所以我 我自己讲起来都想笑 为什么 因为你要吃奶的力气 那全部拿出来的话 那就真的还是蛮累的 好 那流月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不能以疫待劳 就是说你要奋力挣扎 你就不能以疫待劳了 所以呢 不要参与太多别人的事物 比如说家人的杂事你不要管 还有朋友的杂事你不要管 就是要至少门前学了 那没有办法 现在这个时代 跟以前不太一样 尤其是在今年 我们平常都会说 与人为善 帮助人是最为乐 而且是最为善 最好的 但是问题是 你在这个月当中 你只能求平稳 比较难有进展 那也代表说你要奋力挣扎 突破一个难关 还有一点的话 在资场上面要小心跟人家争吵 因为这颗杨刃心 常常会有一些 看对方不爽 或者人家看你不爽 然后两个人就开干起来了 所以要特别小心 在资场上面 那我想呢 就算在困境中 你要想办法突破 人际关系的调和 有些时候呢 你会受到无望之灾 这个无望之灾 就是人家是 从背后捅你的 或者针对你的 那不管在资场上面 在工作上面 甚至在家庭钱财上面 你都要特别注意 所以应该说 你要绑着小人 小人会比较多一点 那运势上衰的人呢 当然就会比较 腹背受敌 如果你的运势 能量又不够 事业运又不是很好 然后呢 这个人际关系运 又不是很 很好的人就要特别注意 那你在今年的 这个月当中呢 当然因为文昌华记 大家都有精神压力 这个疫情死的人 人人自为 所以很恐怖的 我觉得呢 你在今年呢 因为有会到太岁的 正冲的马 还是要做好防疫工作 不要太大意 人多的地方 尽量不要去 会比较保住你的生命安全 做好这个人生安全的规划 好不好不要乱跑了 那另外的话呢 在职场上面呢 也是一样 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的接触 不要太频繁 或者开会的时候 可能坐远一点 坐远一点 当然就开会 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距离 希望保持距离 我们政府也是一直 呼吁大家保持距离 吃饭也一样 因为要把口罩拿下来 那其实在开会的时候 口罩是可以戴着的 吃饭就一定要拿下来 没有办法 所以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距离 那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想要助力要加倍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贵人 可以帮助你 那就是要 除了自己以外呢 就要努力的 在这个日常上面 耕耘 可能呢 你要灌溉了 这个时候你是必须要灌溉 什么叫灌溉呢 很多人说那我就芳芙的原地啊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那我是不是要先想办法 对你要开疆僻土了 要芳芙的原地要灌溉了 因为财星是落在你的仆义宫 不是落在你自己 那代表什么 你要灌溉人际 灌溉这个这母田 那这母田已经荒惠很久了 如果你没有经营好的话 那当然就很惨了 还有呢 你要特别注意呢 因为呢 大家利益冲突 在职场上面的利益冲突 防撕破脸 还有防断了商机 因为冲突加剧了以后 加大了以后 商机也断了 所以呢 千万也不要干这种事情 比较好 那我想呢 在这个工作资料上面 你除了这些以外呢 如果是你是CEO 老板要投资的话呢 我要劝告你 慢慢来不要太急躁 因为毕竟呢 你今年的太岁三合 是跟马 还有虎 老虎的运势是很强旺的 但事业运强 你好像看到很多契机 但是财运并不是那么好 那财运有受到一些限制 或者受到一些 可能你会踩到地雷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他没有个大窟窿 你还没有察觉到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那应该说你在这个时候呢 注意这些比较细节的问题 合作的合约条件在这个月呢 可能要多一点时间来谈判 如果没有谈成的 那就重启谈判就好了 因为呢 你来我往之间 就像是国与国之间 他们的谈判要 你看喔 那个美国跟大陆 这样子 搞了两年了 谈判还没有办法 现在每天还在那边吵来吵去 所以我觉得呢 就算你在职场上面 事业上面要加码投资的话 或者你想做改变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好 那是不是可以放手一搏呢 我觉得暂时不要 你的运势呢一定要等到财星落在你的宫位 或在你的前面一宫的时候 在亥宫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可以放手一搏 兄弟宫跟朋友宫好的时候呢 代表说你是有贵人助力的 因为财星落在兄弟宫嘛 那兄弟宫的话也代表说 你在职场上面啊 或者你的新客户旧客户之间啊 可以请人介绍 我跟你一样同样跟你事业有关的 小单也要接吼 这个时候就小单也要接 不接的话就肯定就 至少麻烦了吼 求稳定嘛 我刚才讲过你求稳定 而且要想尽办法来突破 所以老板们 你们要特别小心吼 给你的提示就是 在整体团队上面呢 你要把他巩固好 那这些团队呢 当然就是你的仆役宫啦 那今年仆役宫又不是很好耶 对不对 仆役宫也不是很好的状况之下呢 是不是要想尽办法的来 不要让别人来围剿我们呢 当然就是这样子了 那我想呢 现在呢越大的企业是 头壳越大 就是问题越大啦 那当然也不要太别观 这个疫情是 好像九命怪猫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 应该各国保起来 除了防疫以外呢 现在很多的 像我们台湾也有研发出一些疫苗啦 还有呢 美国啦 积极的在研发疫苗 很多国家都在研发疫苗 那日本也一样 还有欧洲一样 我觉得啦 这一段疫情 可能在这段时间大家防疫做好的话呢 不要再增加死亡人数跟那个的话 对企业是有帮助的 尤其是我们在企业在开工的同时 在上班的同时 一定要奉劝各位呢 让你们的员工呢 好好的防疫做好 还有有些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掌控员工的来龙去脉啊 对不对 假日啊到处去爬爬灶啊 去玩啊 去吃喝玩乐啊 现在年轻人就这样也很难跟他们沟通 或许你在这个时候要拿出一些铁碗政策 会比较好一点 就像是上一次呢 有很多大企业 包括银行啊 国泰金控啦 富邦金控啦 还有鸿海啊 他们说 如果你这个廉价的时候有去过哪里 那你就要在家里 不要来上班 那隔离14天 那当然公司要有政策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要需要 因为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公司必然需要拿出一些政策出来 但做好和谐的修正是比较重要的 和谐的修正是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是你在事业中 在这个五月份呢 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另外的话呢 你的协商条件呢 是不是可以退让 我觉得如果 有利润的话 是可以退让的 退让一步啊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要把这个客户弄凝了 客户就跑了 我想现在要找到一个客户 是蛮困难的时机点 好 那接着下来呢 如果你觉得说 啊这次不能做 那是不是说做健康的 如果要维持员工的一个运作的话呢 没有太高的利润 没有关系 我觉得 就是保持一些运作 要不然的话 大家都要放五薪假了 就赚来的钱 虽然不够公司的开销 但是稍微挺住一下 因为这段疫情 大概我的预估呢 两个月以后会渐渐结缓 那现在有很多的政府的政策 都在纾困当中 不过纾困是要借钱啦 啊借钱就要还啦 那业务就还是要加把劲啦 好我们来讲讲你的财运 这财运上面呢 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财运在这个月呢 因为财新落在蒲一宫 那也代表什么呢 呃...我常讲呢 风水布局很重要 为什么讲风水布局 左青龙右白虎 那如果今年你的门在东方 那你财运就会比较受阻 那所以呢 年前如果你没有布局好 现在赶快加紧布局好不好 化煞很重要 我常讲你不能得了癌症以后 你才想说我已经得了癌症 我才来看医生 你平常注重健康 然后做健康检查是不是 体质的检查很重要嘛 那现在就财务检检很重要 所以呢 属狗的在这一个月当中 你是做一个很大很大的 财务健康检查 那财务健康检查的话 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的负债啦 包括你的收益啦 还有包括你的费用啦 这些评估一下 那我觉得 不管任何一个人都一样 就算是上班族也一样哦 如果你不做新的评估 好我现在还是有工作 那你的钱又花光光 对...对不起哦 可能在两个月以后 你没有工作你就惨了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在这段期间呢 还是要做好 这个财务的这个 规划 还有财务的一些 健康检 健康检查 那行运哦 如果说 我们碰到晴阳的时候呢 就要越跑越有钱 越动越 越奋力 越奋力挣扎 就像我们掉到一个 谷底以后 然后我们这样爬上来 对不对 你才有平坦的路 那当然那一段崎岖的 这个路程当然是很辛苦的 尤其在赚 赚钱上面当然肯定会辛苦一点 那我觉得你可以 找一些默契比较良好的 一些好的合作伙伴 那可以减少一些冲突 如果在职场上面呢 财运的经济效益要提升的话呢 先把公司的办公司的布局做好 把家里的布局做好 财运不好的人呢 通常都会 家里乱七八糟 然后呢 什么杂物一大堆 那杂物一大堆 你就知道那个环境是相当恶劣的 所以呢 办公桌上的杂物一定要清掉 员工也才会赚到钱 主管也才会赚到钱 如果杂物太多 怎么赚到钱 很困难 因为你要找东西找不到呀 然后呢 那个 你会觉得杂润无章的时候 那个压力就很大 对不对 所以呢 办公桌的干净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时候 理财的方针 跟你的风水也有关系 那我们在这个月当中 你要拟定新的计划呢 要打安全牌 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说 其实这时候生效当中呢 我都希望建议大家稍微安全一点 不要太照进 也不要太夸张 因为疫情的纪律大乱了以后呢 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波疫情会在什么时候 不过可以上去看我的大预言 我都有讲了 这一连串的这个左抽右柔 正充 真的是大家都分了头了 那当然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呢 不要拖累别人的话呢 就是自己 把财务先规划好 那你要借钱能不能借得到呢 有机会借得到的 有机会 但是呢 你还是要注意呢 就是在金钱上呢 不要太夸张的投资 不要太夸张投资 包括做股票啦 基金啦 最近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电视 新闻报得很大了 全球的油田公司几乎都申请破产了 然后那个油船呢 因为油原油 美国的业运油厂商很多 业运厂商呢 因为已经都很可怕 那已经是付的 就是说一开盘就付 那就是说我的油拜托你再走 油不要钱还要再给钱给人家 满多可怕的事情啊 期货是这样子的 所以投资的市场动向呢 你一定要掌握住 所以很多人在油田发财了 现在在油田破产了 这个就是 整个社 整个世界的一个纪律的大改变 那有些人金钱的负债很沉重 是因为平常都不理财 那平常都不理财 当然金钱负债会沉重 他有钱抓到手就拼命花 拼命花 那我觉得不是说 一定要放在口袋 怎么样呢 来理出一个正确的方针 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在公司体质比较弱的时候 一定要你出一条康庄大道 切记呢 就是 如果说应该这样讲 你是主管 或是你是老板 你要把那个财神 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为什么呢 他可以提示你每天说 我要注意理财 你又弄个聚宝盆 我要注意钱财的不要损失 这两样东西 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 那你要招财 当然可以用皮羞 皮羞就是可以提醒我们 这不是推广 这是真的告诉大家 因为什么 就像你看一个美女 她长得很漂亮 身材很好 婀娜多姿 那你就会很欣赏她 很喜欢她 对不对 那美女也是 每一个人都喜欢她 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那你看了会有什么感觉 会有冲动啊 那你看了物品以后 你会不会冲动 会 你就会提示自己说 好 那我要注意什么问题 所以结婚要有戒指 为什么要戴在 戴在宗旨 就是提示你结婚了 这个就是 用物相来提醒 我们的意向 那所以呢 我们在前朱雀后 后名 那个 前朱雀后玄武 明堂要看到水 明堂要有水最好 就是说 你前面有个流水聚宝盆之类的 柴源滚滚 或者放个柴源滚滚的东西也可以 左青龙右白虎 宁愿青龙高阴障 不愿白虎高一头 就是一个头都不能高出来 所以像我的这个直播堂呢 直播台呢 左边是道顶的 右边是有空隙的 看到没有 那我的右边就虎边嘛 那虽然我是女人 但是我虎边还是不能高 所以呢 这个柜子呢 就不能高过我的墙 这样了解了没有 你看我的画可以挂到墙上去 那代表什么 龙边比较高 这样了解了 那就是说 我们在招财布局上面是不能少的 因为呢 钱出去明常要看到水 可以纳财生气 就是我们运气就会变好 生气方嘛 风水招财 有天罗帝王 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天罗帝王 你就是在天罗帝王当中 天罗帝王代表什么 招财布局不能少 哪几个生肖要特别注意呢 我建议大家 第一个就是 陈旭丑味 陈就是龙 旭就是狗 那你属狗对不对 那就是其中之一 牛跟羊也是一样 这四个生肖叫陈旭丑味 陈旭丑味的话呢 我们在古书里面有讲到 你要突围 你要突破 那当然如果你的财库很大 在这段疫情你可以熬三年 那OK啦 对不对 熬一年就可以了 不要说熬三年 那很多人是 平常就蓄积钱财的一个意识 美国人就是不愿意蓄积钱财 欧洲人也一样 每天很浪漫啊 喝咖啡啊 不愿意工作啊 反正就是 缴了税啊 政府就会帮助我们 结果呢 现在你看很多人 没有钱过日子 所以 不是要抓紧紧的钱 但是呢 还是要积蓄 还是要有点积蓄的 我觉得全球人都 都应该要这样子 那积蓄要靠什么 靠聚宝盆 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呃我的办公室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水晶球啊 水晶柱啊 还有呢 你看我现在呢 那个 呃水晶洞啊 我里面放了一颗什么 太阳 因为这颗太阳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已经进入在我们的金牛座 所以呢 我现在又把它加了一个像太阳一样的 在水晶洞里面 那你会不会每天坐在这边的时候 你们看到我的直播 就会看到好像光明前途在望 对不对 钱财滚滚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布局 好 建议大家在财运上面做布局 好我们来讲一下你的爱情运 爱情运来看的话呢 应该算是还可以哦 没有太差 因为扑一公好嘛 扑一公好的话呢 呃本来你有做梦不定的爱情啊 或者是说做梦不定的那种感情啊 现在都可以光明化了 就可以哦 比较稳定 因为呢 呃太阳星 太阳星落入在金牛座 对女性来讲是比较好一点哦 也代表什么呢 女性可以找到好对象哦 比较好的对象哦 那当然了哦 你要人家青睐你啦 那你当然就要有所表现嘛 有些人他是 一点表现都不会有的 那想说追一个女人 啊就可以去结婚 没那么简单哦 我觉得现在女儿子也不太好追 因为女常人太多了哦 所以很多人说那我娶不到老婆 娶不到老婆就是你自己不够强嘛 对不对 那同样这个机会 都是给男人跟女人 为什么男人的机会比较弱呢 哎现在男人的缩话剂喝太多啦 都娘娘腔啦 不 真的就这样子 受家里保护太多了 男孩子都受家里保护太多 哦 妈妈爸爸啦 怕他吃亏啦 怕他怎样 其实 我常讲哦 没有伞的孩子才会奔跑 所以呢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 你还是要这样子 如果 爱情运呢 在这一个月呢 哦 应该说 如果你有一些爱情 已经不是很好的话 那你就要赶快脱离那些困境哦 有些婚姻跟感情 已经处在冰火交织的状态之下 那 要离婚吗 哎 冰戎相见了 这个月会冰戎相见的意思是什么 大打出手啊 呵呵 受伤有你的份啦 大打出手 真的有时候忍不住是会哦 呃 开骂几句啦 那男人的脾气更不好就干掉啦 那 如果女人听不爽 他就开始抓狂啦 就开始摔东西 哦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引起哦 这个纠纷的哦 我喝杯水对不起 好 好 那我想呢 呃 我们保持一个哦 这个 呃 这个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 如果你在冰火交织状态之下哦 呃 怎么样挽回都很困难 所以 建议你不要有太多的 argue 吵架 或者争论 那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家里面嘛 哎 想到你以前怎么样 想到他以前怎么样 想到你以前怎么样 想到 哦 你曾经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就开始又这样翻旧帐 女人是常常在翻旧帐 哦 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 因为女人的思维跟男人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所以有男女之分 男人两个哦 alpha beta 就是两个脑袋瓜 都是跟性有关 那女人都是什么 啊 比如说去买东西 从一楼看到五楼 啊 刚才二楼东西没买到 三楼东西我有喜欢 四楼东西呢 哎 那个很棒 然后他从五楼买完了以后又说四楼 四楼买 又是三楼买 又是二楼买 好 到一楼化妆 化妆 呃 到全部卖化妆品 啊我缺了一瓶香水 我要再去买一瓶香水 所以女人是可以 看过以后都记住的东西哦 你要记住哦 所以男性朋友们要特别小心 这就是你在这个月的爱情运哦 好 我们来讲讲你的健康 健康运是还可以的 因为不移工还不错的话呢 代表健康运是可以的 你唯独比较好的就是 桃花运跟健康运 财运的话呢 要步步为营 啊 事业运的话呢 要边走边打 好不好 边走边看 好 那我想呢 每个人在这段期间呢 都 婚姻 现在大陆婚姻 都排队去离婚 其实珍爱难寻 在困顿的时候 在有状况的时候 其实 呃 家人很重要 夫妻久了以后就是变家人 也祝福大家呢 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 家庭苟固好 财运就会好 人家说 贫贱夫妻百事 当然 那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 跟你的配偶呢 同时呢 努力的话 我相信 家运就会更好一点 好 祝福所有属狗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了按赞哦 还有按分享 那加到我的YouTube上面的 官方频道的 视频的右下方 有个小铃铛 按一下 就会加到我的频道 那如果 呃 有远方的亲戚朋友 那你可以传视频给他看哦 谢谢大家 然后呢 呃 可以加到我的那个 FB的粉丝团 按赞 追踪中抢先看哦 那我每礼拜一的下午 每周一的下午 因为最近疫情的原因 我想 呃 做拍卖 对大家都还蛮好的 呃 我把最好的东西 用最便宜的价钱 跟大家节约 谢谢大家 如果你需要 呃 什么东西的话呢 也可以打电话来给我们 2737300 海外加8862 外线是要加02 呃 祝福疏狗的朋友 在这一个月当中呢 可以披挤台 拜拜 拜拜